三分鐘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陸委會夏主委 請夏主委 議員好 主委好 辛苦了 一個早上了 我們換個氣氛 我來跟你討論一下 兩岸領導人見面其實不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對不對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也希望說 兩岸領導人可以常常見面 解決一些兩岸之間的問題 那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問題是 這一次代表台灣出去的這一位 馬英九 不受台灣信任 最主要的問題在這裡 來 我們這個不必討論 來 下面 現在問題是 還有誰的話可以信任 還有誰的話可以信任 我們看一下第一頁 這一張廣告 夏主委看過沒有 看過 這個是在2008年馬英九的廣告 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 那 那這句話主委認不認同 當然認同 當然認同 那到這句話 到現在還有竅嗎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那如果經過馬錫會 他說不對不對 兩岸之間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很多台灣人民說不對啊 我就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人民可不可以做選擇 台灣人民當然可以做選擇 馬總統講這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一中各表的 中華民國的原則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那個 我只說 如果馬錫會的結論是一個中國原則 結果台灣人民告訴你 我不接受 那台灣人民可不可以做這樣的選擇 不是 我覺得我們要講清楚 什麼叫一個中國原則 等一下我就會跟你講清楚 不急吧 我現在只是問你說 如果台灣人民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可不可以 台灣人民可以決定自己的前途 2300萬人民 對嘛 而且我告訴你 在1月16號 大家就會表達得非常清楚 所以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台灣人民可以自由選擇 這是中國沒有的 對不對 這是中國沒有的 好 來 我們往下一頁 下一頁 其實馬英九說過了 我絕對不跟大陸領導人見面 或是說要國家需要人民支持 國會建築的 講過了都不算數 這個我們也不追究了 馬總統也做過說明了 下面 來 朱立倫說了一大堆 我們也不追究 我比較在意的是這件事情 我比較在意的是這件事情 下張會之前 下張會之後 你都來立法院報告過 那你有沒有提過張志軍主動跟你提起馬席會的事情 張志軍不是主動提 他是講到我們事務所長會議到了一個階段 其實還不錯 根據你的說 來來 夏主委 根據你的說法是 你們在閒聊的時候聊到這件事情 是的 對 那閒聊的時候就不必跟 跟我們內政委員會報告 因為當第一個 這個沒有 吃早餐也不必報告啊 吃饅頭也不必報告啊 吃宵夜也不必報告啊 來 主委 我今天要問的是 馬席會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事後到 下張會 事後到 國會來報告 你完全沒有提這件事 沒錯吧 因為 委員如果可以讓我說明 因為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的時候 有些是機密 所以我們必須要 外交事務或兩岸事務 沒有錯 外交機密 有些是機密 但是你基本上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反對機密外交 可是我們對於外交的機密必須維持 那當然 但是機密外交 立法院有立法院處理的方式嘛 你是完全沒提嘛 所以 來 下主委 我們本來準備要來做報告的程序 謝謝 都是有非常完整的 下主委 我只得到一個結論 連我們本來最信任你 我認為你是正人君子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因為是閒調 所以不必告訴國會 因為沒有結論嘛 當然嘛 完全沒有結論 等有結論才來 就是太晚了嘛 完全沒有結論 連會不會推動 連會不會推動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的問題就是 國民黨 或是我們政府單位 哪一個可以信任 來 我們往下看 還沒關係 所以這些都是嘛 這些都是嘛 2011年的時候 這個馬無競選總部發言說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嘛 那後來馬英九說 一國兩區嘛 王毅渠說 只要講兩岸同屬一中 這是吃台灣的豆腐嘛 那馬英九又說 不能講兩岸同屬一中 這樣的說法對台灣很敏感 陸委會說 兩岸同屬一中 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來 最重要在這一句 今年的4月23號 你說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才是政策的基石嘛 對不對 除了這個都不是嘛 那今年的11月07號就變了啊 11月7號就變了啊 沒有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嘛 沒有改變 好來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改變 來 謝謝 我們來看看下一頁 來 主委我們換個說法 主委你有沒有打過橋牌 我不會打橋牌 你不會打橋牌 你有沒有打過撲克牌 也不會 也不會 都不會 那如果我們說我們要打牌之前 或者說我們是不是要先衡量我自己手上有什麼牌 然後再猜測對方手上有什麼牌 我們才有可能在這裡面 排局裡面創造勝利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對 那我請問你喔 在這次馬錫會之前 你認為中國有什麼牌 你認為中國有什麼牌 我想兩岸之間有很多事情 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兩岸能夠維持 那當然 我是說現在我們兩邊在對談嘛 那中國有什麼牌 你認為呢 我想有很多事情 我們也需要中國的配合 我們也需要 當然啦 不做阻擾 來 下一頁 其實中國的牌就是這個嘛 將台灣套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裡面 然後告訴國會 告訴國際說 台灣跟中國同屬一個中國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習近平在他公開的講話就講到這句話 他說台灣跟中國的事物 之間的事物是國內事物 我們自己可以解決 有沒有講這句話 沒有錯吧 習近平在公開場合五分鐘 他就講這三個嘛 這就是中國的牌 我想他的立場 這個我們也非常清楚 他的立場我們接不接受 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也清楚他會說什麼 他清楚的把這三件事情講出來了 在他五分鐘支持裡面 沒有錯吧 這就是中國的牌 來 主委 那台灣有什麼牌 我們有自由民主 有自由民主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在你們事前的演練當中 你們認為我們還有什麼牌 我想我們對於這個 我們自己國家的定位 也講得非常 下一頁 下一頁來 其實台灣要開始接觸之前 最重要的牌就這兩個嘛 要把台灣跟中國的問題 藉由這一次國際的場合 這麼重要的場合 大家眾所注目的場合 要把它台灣問題國際化 告訴大家說 台灣跟中國 這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中國沒有 然後另外 最重要的是 台灣是民主自由 中國不是民主自由 那我想請教夏主委 在 馬英九 6分18秒的支持裡面 有沒有提到 這兩個字 我想我們在 事後更完整的說明的時候 都有提到 事後嗎 事後 正式會議 最重要的定調 對著所有國際媒體 最重要的兩件事可以講 第一個是 台灣跟中國的問題 不是國內問題 台灣跟中國這個問題很嚴重 第二個 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中國不是 這個最重要的 馬英九都沒有講 兩岸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這次的出席本身 就已經很有象徵意義 這個我們留給大家做評價 來 下一頁 那所以問題來了 在所有公開的場合 所有國際媒體拍到的場合 變成這樣 見習近平之前 國民黨的告訴我們是說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但是看到習近平 馬英九馬上改啦 改說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請問夏主委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是不是我們政策的基石 我們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嘛 所以馬總統在說 他講完這個之後 不是一個中國嘛 等一下在會議時候 我會進一步的說明 但是在公開場合 他是這樣講 沒有錯吧 他是在講九二共識 他把這個議題帶出來 好 有沒有在這個議題帶出來 我們往下看 來 你知不知道 馬英九這個 這句話出來以後啊 中央社趕快改稿啊 國民黨的臉書 也趕快改稿啊 本來 中央社非常清楚的 寫的 三點二十八分 他寫的是沒有一個中國 只想九二共識 只想九二共識 4.05分趕快改 一個中國就跑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講的嘛 習近平根本 從頭到尾沒有提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是馬英九提的 跟大家預期完全不一樣 大家預期 習近平會提一個中國 我們會提一中各表 結果完全不一樣 習近平一提九二共識 馬英九說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馬總統的意思還是我剛剛講 他是把這個體力帶出來 說九二年的時候 馬英九講什麼 針對一個中國要討論 馬英九講什麼 其實你們那個 你們剛剛那個很清楚了嘛 對不對 你們那個公佈全文很清楚了嘛 但是 在媒體 國際媒體所有看到就是 習近平只講了什麼 只講了九二共識 馬英九立刻 一個中國 對不對 沒有錯嘛 那不只中央社會新聞改掉 來 國民黨的臉書也改掉 來 我們再往下 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66年來 這是你們的說法 那70年來 國共會談到底改變了什麼 70年來 國共會談到底改變了什麼 1945年 毛澤東跟蔣介石 毛澤東跟蔣介石 他不會會談 在重慶 那2015年 馬英九跟習近平會談 改變了什麼 我想他們倆 我們 我們至少在這一次會談裡面 我們 可以確定兩岸能夠 領導人能夠坐下來 可以確保兩岸還有和平 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我跟你的解讀完全不一樣 我跟你解讀完全不一樣 70年來 在國際社會呈現的還是什麼 還是國共兩個的領導人坐在一起的 台灣 這70年來 跟中國最不一樣的民主自由 還是沒有被馬英九說出來 這個就是70年來 我們看到的 馬英九跟習近平 跟70年前的蔣介石 跟毛澤東 一模一模 報議員 這一次所有的國際媒體 沒有一個講 國民黨和共產黨 都是講說台灣 當然啊 大家期待的是台灣的領導人 跟中國的領導人 但是講出來是 習近平只有講九二公司四個字 馬英九馬上一個中國 國際上 問題在這裡 國際上呈現出來就是 台灣 台灣及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的建立 國際上呈現 呈現什麼 其實非常清楚 國際呈現上 包括紐約時報 然後包括 日本的各種媒體 他說 北京意圖 影響台灣的選舉 他就是要用一個中國 框住你台灣 他還要告訴你 就算這是正確 可能是其中一個媒體的 這不只一個媒體 就包括紐約時報 包括華爾街日報 這個華爾街日報 講得最清楚 他還說 這個就是一個照相的機會 其他沒有任何的意涵 日本媒體也是這麼講啊 國民黨要救選情 要牽制民進黨 所以今天看到 我們偉大的賴士堡也在這裡 從來不出現在內政委員會啦 對不對 今天為了護航馬英九 所有人都出動了 內政委員會哪是開會 國民黨這麼認真啦 所以我們來談嘛 下一項 所以馬錫會給大家一個結論 馬錫會給大家一個結論 給國際媒體呈現一個概念 什麼 只有一中 沒有各表 只有民族 沒有民族 這就是最要命的東西 只有一中 沒有各表 因為你們是在閉門會議以後才談 縱使你們真的有談 我們在記者會的時候 也當著600個 國際媒體面前 講得清清楚楚 你認為記者會有人甩你吧 當然 因為大家只看那個場面嘛 看馬英九跟習近平談什麼 如果記者會沒有人甩 不會有這麼多的媒體的報導 習近平一談九二共識 馬英九就立刻一個中國 對不對 然後我們整個兩個交會 兩個握手 結論就是什麼 只談民主 沒有民主 只談民主沒有民主 馬總統在裡面多次提到台灣人民的這個訴求 其實 也講到了自由民主 謝謝 主委啊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 台灣有的牌就是這個 台灣有的牌就是自由民主 結果這個牌 馬英九放棄 台灣最重要的牌 這也是國民黨七年來 都一再告訴民眾說 我們最重要就是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 但是問題是見到習近平 他就連表述都不敢表述 只在閉門會議裡面 他在裡面有講 台灣民主發展的成就 好沒關係 來 所以主委 今天早上剛出爐的 今天早上剛出爐的民調 非常清楚 你認為馬英九在馬席會裡面 有沒有維護著 維護著中國 中華民國的主權跟利益 46.8%的人認為沒有 這是第一個問題 馬英九說他向習近平表達一中各表的立場 你認為習近平會不會接受 60.6%的人認為不會接受 然後馬英九說他向習近平表達 希望給台灣更多的國際空間 你認為習近平會不會接受 56.7%的人認為不會接受 然後習近平在會談中說 非但不是針對台灣的 請問你相不相信 70.9%的人認為不相信 這就是習近平跟馬英九會面 最後給大家呈現的結果 可是同樣的 這就是最後呈現的結果 大家認為習近平已經做到他要做的 他只要把台灣跟中國框在一起 只要告訴國際媒體說 台灣跟中國是國內的事務 他已經達到目的 但是馬英九應該告訴國際媒體的是 台灣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中國 但是我要告訴主委 我們不管這一次 馬習會到底 成敗如何 爭議如何 最重要一句話 我想請教主委 最重要的一句話 還是台灣的前途 由台灣人民決定 對不對 當然 台灣的人民 會在1月16號 最初 最清楚的選擇 謝謝 好 謝謝李軍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賴世保委員 質詢時間8分鐘 主席各位先進 那麼請一下主委 好 請下主委 賴委員好 我想任何一個委員 可以到任何委員會質詢 這是他的指